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六号的台风接连行程了 不过现在因为距离我们太远 在卫星云图上无法显示 而且对我们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要注意的是 在台湾东南方海面 以及南海海域上的两个热带性低气压 现在也因为高压势力强 所以未来它是持续朝着高压边缘走 往西北的方向移动 对我们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我们受到东南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外围水气的影响 在周休假期的时候 迎封面的花东地区 一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 那么巴士海峡 以及东南部的海面上风浪 也会跟着增强 提醒在花东地区 近海作业活动的民众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么其他地区的天气变化 周休假期并不大 都跟今天相当的类似 白天晴朗炎热 紫外现墙 到了中午过后 在山区以及西半部近山区 还有中南部的平地 都容易会有午后短暂雷震雨 所以周休假期 如果民众要前往山区 或西边活动 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 小心安全 除了注意午后雷震雨之外 居高不下的气温 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明天适逢 24节气中的大暑 大暑的意思就代表是 一年当中最炙热难耐的一天 那么明天真的会 像节气鼠说的那么热吗 带大家来关心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 明天因为高压势力强 热带性地下 会沿着高压的边缘走 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对我们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大部分地区 明天天气依旧相当的稳定 另外你可以看到 风向是吹偏 东南风水 全台高温都可以飙到 32到35度 大台北盆地 要注意高温 很可能会上看到 36度以上 而且体感温度还会更高 提醒大家 随身带个水瓶 适时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接着带来看 山海气象 台东来雨 高温可以来到30度 要注意短暂震雨 台东南回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1度 也有短暂震雨 台东是一带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沿平碑南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东纵谷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海灯要注意雷震雨 台东沿海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4度 也有短暂震雨 花莲南部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腹地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花莲凤林 凤林光复封冰宫 可以来到34度 要注意短暂震雨 花莲市一带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也有短暂震雨 花莲匈离清晨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也有短暂震雨 宜兰大同南澳 天气是相当棒的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屏东狮子 牡丹满洲 高温可以来到31度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屏东太武 来意春日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屏东雾台三地门马家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高雄原乡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1度 午后降雨几率是偏高的 加以阿里山 高温可以来到23度 偏凉 降雨几率最高 有70% 南投原乡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1度 仁爱 心意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中和平 高温可以来到29度 天气也是相当的好 苗栗原乡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0度 南庄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新竹原乡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兼十五峰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桃园复兴 新北乌来 高温可以来到34度 降雨几率最高 有20% 提醒大家周休 假期都会是晴朗又高温的 天气以外出 活动尽量穿着 轻薄透气的衣物 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以免中暑了 另外夏天会有许多蚊虫出没 户外游玩 也别忘了 适时防蚊虫叮咬才能玩的尽兴 没想到 感谢观看